卖了拱放宫开山马祖绕境队伍 沿路受到各庄头大批信众热情迎接 锣鼓喧天 鞭炮声不断 不过大量的鞭炮碎屑 对环境造成一时的污染 也让哀家哀户的信众们 要忙着清扫街道 不过卖了拱放宫开山马祖的绕境队伍 特别的安排令民众相当的肯定 这样卫生很好 整条路清洗了 为了提倡宗教环保观念 卖了拱放宫有别于一般绕境队伍 多了一对清洁收尾的环保志工 主动转起来和本社带回来 本社的顶担 绕境的队伍前面有开山马祖 为五谷三十六春七十二庄头的信众 祈福邱宾安 在队伍的最后面 队长吴天守带领着十数位环保志工 默默的辛苦付出 绕境的过程中 鞭炮放到哪里 他们就少到哪里 有的旗人为马祖给母子 还可以一旦二国 一旦整个环境和整理 四四十四 我们在八星看到 大家也觉得很舒服 他也做菜凌生 我们可以帮忙 这样就不想 卖了拱放宫副主委张克中表示 卖了拱放宫开山马祖 有三百二十七年的历史 除了维持传统 也需要创新 配合现今环保意识抬头 希望拱放宫推动宗教环保的观念 在地方上有带头的作用 记者发宏坤云林县采访报导